东奥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三个考点 可转换债券筹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可转换债券的含义 我们这个可转换债券就指的是 可以转换为特定公司普通股的债券 就是可转换债券 那么相比较我们前面谈的附带任股权证债券来说 我们前面的附带任股权证债券 可以说是分离型的 可以说是分离型可转债 就是它的这个转换股票的权证和它的债券是相互分离的 我们这个可转换债券可以把它理为是不可分离的可转债 它的转股权和这个债券它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可转换债券 它的这个转换 你像我们在前面谈了附带任股权证债券 它是属于现金任脚型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权证的行权 会带来新的现金流入 但是呢我们对于可转换债券 它这个转换成股票呢 它只是把负债转换成普通股 所以不会增加额外的资本 是吧可以说是底角型的这个可转债 是不是它不是带来新的现金的 这是跟我们前面讲的任股权证不同 那么对于这个可转换债券 它的转换权啊也是一种期权 对吧它也是一个选择权 也就是我们的证券的持有人呢 它是有选择把它转换成股票 也可以呢继续持有债券 是吧它是有选择权啊 对也是一种期权 那我们再来看对于可转换债券的主要条款啊 第一个就是转换价格 这转换价格呢它实际上指的是 我们把债券转换为股票的话 股票的每股作价 对吧因为我们说了可转换债 它也是一种期权嘛 那么你对于期权的话 它就有一个预先约定好的行权价格 因为我们知道股票的市价是每天都会变的 但是呢我们将来要把这个债券 转换成股票的时候 是按照约定好这个转换价格 就是股票的这个就是每股作价啊 我们把这个给它称为是转换价格 一般来说转换价格呢 要比发行时的股票市价会高啊 通常高除20%到30%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转换比率 那么转换比率呢 它只是把一份债券转换成普通股 可以获得的普通股的股数 实际上就是债券能够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我们称为是转换比率 那这个转换比率和我们刚才的转换价格 就会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转换比率就等于面值除以转换价格 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啊发行面值 比如说我告诉你说面值是1000元的 这个可转换债券 然后它规定呢转换价格 比如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转换价格 是20元 我们刚才讲了所谓转换价格 它指的是什么呢 把这个债券转换成股票的时候 股票的每股作价 就是股票的市价老在变 所以我们预先定好了 别管将来市价怎么变 你将来把这个债券转换成股票的时候 股票的每股作价就是20 既然股票每股作价是20 我这个债券总共是1000元 那因此我想让你帮我算一下 我们一张债券可以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转换成股票的这个股数是多少呢 实际上就是大家可以看面值是1000 每张股票作价是20股 20块钱 每股股票作价是20块钱 所以1000除以20 我可以得到55对吧 其实这55呢就是我的转换比率 对吧 因为你如果说转换股数太熟的话了 所以我们说的好像高大上一点 转换比率上就是 一张债券可以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要注意转换比率和转换价格 它实际上是反向变动的 对不对 你的转换价格如果定的比较高 也就是每股的作价定的比较高 我一张债券能够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就会比较低 所以注意他们的换算公式 那么第三个就是转换期 转换期的话它就指的是 我们可转换债券 转换为股份的起始日 到结束日的这个时间 是吧 可转换债券的转换期呢 可以和债券的期限相同 也可以短于这个债券的期限 那么如果定好这个转换期了 他比如告诉你说 我们债券总共是五年期 那么在前三年的话 你是有转换权的 第三年以后没有转换权 那也就是说你过了转换期以后 那么就是普通债券了 就没有这个转换的权利了 是不是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 目前的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的办法呢 我们是规定啊 它发行截入之日起 六个月之后 也就是前六个月 你是不能够行使 这个转换权的 六个月以后 你才可以转换为 公司的股票 然后转换期限呢 就根据公司 自己的情况来定了 是吧 你可以考虑是整个六月以后 全部的存续期呢 还是说是提前啊 那就是由公司自己的状况 来考虑它的这个 可转债的这个 有关这个期限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赎回条款 这个赎回条款 它只是可转换债券的 发行企业 它可以呢 在债券到期日之前 提前赎回债券的规定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 提前赎回债券的 这样一个条款 那么定这个赎回条款 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个呢 就是为了促使债券 持有人尽早转换成 这个股份 所以把它称为 是一个加速条款 因为我们对于赎回条款 它实际上是 发行公司的一个选择权了 就如果我们公司 预先在发行可转债的时候 我们定有赎回条款 就是约定好在特定的时机 我们有赎回的这个权利 那么当我们这个 持有人 比如说发现公司 股票市价在上涨 那么我们持有人 想选择转换成股票 但是一旦你进入到了这个 就是赎回的这个期限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发行公司会 不让你去转换成股票 我会觉得 原来我们定的那个 转换价格太低了 对不对 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选择提前赎回 我不让你转换 那么我们对于持有人呢 为了害怕这个发行人啊 你会提前赎回呢 他就会尽快把它转换成股票 是吧 就是一个加速条款 为了促使赎券持有人 尽早转换成股票的这样一个条款 这是第一个作用 是吧 是加速条款 第二个是可以使得发行人呢 避免市场利率下降以后 继续向债券持有人 按照较高的票面利率 支付利息所蒙受的损失 其实我们在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债券的这个偿还 有提前偿还 有什么时候提前偿还 当他市场利率下降的时候 对吧 这块也是一样的 如果市场利率下降了 我们原来定的利率太高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这个原来的高利率债券 我们就给他赎回 我们需要钱呢 可以重新发行低利率债券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的这个赎回条款 它的两个目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赎回条款 它的具体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啊 不可赎回期 这个不可赎回期呢 它的设立的目的啊 是为了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防止发行企业滥用赎回权 强制债券持有人尽早转换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赎回条款它实际上是一个加速条款 是为了促使债券持有人 尽早转换的一个条款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投资人来说 他买了这个可转换债券了 他总得要观测一下 对吧 就是说这个公司未来 他是不是经营很好啊 股票价格是不是在逐年上升啊 他如果觉得这个公司的股票 哎 不错 未来潜力很大 他就愿意 因为转换权是我们持有人的权利啊 那我就愿意选择走判层股票 那如果我考察了一段时间 这个公司不行 是吧 那我还不如把这个债券持有到到期日 我还可以收回我的这个本金 对吧 那我们可以来理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发行一张债券啊 它的可转债 它的面值 比如我们定的是1000块钱 然后呢 我们说目前股票的市价是 比如说每股8块钱啊 我们说可转换债券的转换价格 一般比发行时的市价要高 高出20%到30%啊 假设我们这个转换价格 我们就定的是10块钱 是吧 我们定的转换价格 是每股10块钱 也就是将来把这个债券 转换成股票啊 那么我们是按照 每股10块钱 这个转换价格啊 那么这个股票的作价 就每股10块钱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看 这个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1000除以10 就是100股 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如果这个公司的股票市价涨了 假设我告诉你 股票市价 已经涨到了50块钱一股 大家看一下我们转换比率 或者转换的股数 是用面值1000 除以转换价格10 我们说转换比率是50 就一张债券 我可以转换55股票的 如果每股市价涨到50块钱 那你想我转换成股票 它就变成多少钱了 2500了 那我就愿意行使转换钱 对不对 但是呢 大家看 我说刚才举的例子是市价涨了 我们看第二种情况 如果这个公司他经营不好 市价在下跌 他的股票价格跌到每股5块钱了 每股5块钱了 那你可以想一下 我们这个股票 我们这个债券转换成股票 50股乘以5 250块钱 250是吧 那我不要 我还不如到期拿1000块钱 我干嘛变成股票值250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一点就说明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可转换债券呢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看涨期权 对不对 就赋予我们买资产的权利 我们希望市价涨的 如果市价高于转换价格 我们愿意行使这个转换权 如果低 我们就不愿意行使 那么如果呢 我们定了这个赎回条款以后呢 它是想让我们持有人是尽早转换 但是我们是希望观测一段时间 所以它通常会有一个不可赎回期 定立这个不可赎回期呢 应该说是为了保护我们持有人的利益的 对不对 就是防止这个发行企业滥用赎回权 就是说在这个不可赎回期 最起码我们投资人可以考察一下 对吧 我这段时间我就不着急去给它转换成股票 我先看看它到底这个公司的股票怎么样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投资人有利的一个条款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赎回期 那么赎回期就只是可转载的发行公司 可以赎回战券的期间了 那么在这个期间啊 这个赎回的权利 那是发行公司的权利 就进入了赎回期以后啊 我们如果持有人想选择转换成股票 人家发行公司如果说愿意赎回 那它是有选择权 它是优先要赎回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赎回期就指的是可以赎回的这个期限 那这个好理解 那我们看赎回价格 这个赎回条款它也是要预先约定好这个将来赎回的时候的价格 那么这个赎回价格一般来说是高于这个可转载的这个面值的 是吧 那么这个赎回价格超过面值的差额就成为赎回溢价 这个赎回溢价通常随着战胜到期日临近是逐渐降低 因为到期日不就面值了吗 是不是 所以它溢价逐渐在下降的 那么对于赎回条件啊 我们说对于赎回条款呢 它这个条件的有些是属于无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到了赎回期 我就可以发行公司就可以无条件赎回 那么有条件赎回呢 就是预先要约定好 就是我们达到某些条件了 我才可以是发行公司去行使这个赎回权 所以这个也好理解 那我们关键是要注意一下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个赎回条款 总体来说 它是为了促使债券持有人尽早转换 是一个加速条款 然后呢 在这个赎回条款里面具体内容 这个赎 这个不可赎回期 是对我们债券持有人有利的一个条款 是吧 是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的一个条款 然后我们再看第五个回收条款 那么这个回收条款 它只是在这个可转债的发行公司的股票价格 达到某种恶劣程度的时候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约定的价格 将可转换债券卖给发行公司的有关规律 它可以说是一个卖的权利 对不对 是有一个有权利按照约定好的价格 把它卖给我们这个发行公司 那么这个回收条款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是为了保护债券投资人的利益的 是吧 因为你可以想我们这个可转换债券啊 因为它是一般来说 它的票面利率会比较低 比我们的普通的这个债券利率是要低的 那我们投资人为什么要买可转债呢 我们其实是希望把它将来转成股票 希望股票价格上涨 我们转成股票能够获取投资利益 但是现在呢 你这个股票的价格在下跌 那我们刚才也举了例子了 对于可转换债券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看涨齐全 它希望市价高的 当你市价下跌 达到某一个恶劣程度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我是不可能去行使这个转换权了 对吧 所以呢 为了吸引投资人 这个发行公司啊 就预先呢 定好一个条款 它就是相当于给投资人一个定心丸 就是你不用担心 将来这个股票价格下跌 一旦股票价格下跌 达到某一种恶劣程度的话呢 你是有权利把这个债券 回卖给我们发行公司的 是吧 所以它这是一个为了保护债券 投资人的利益的 是吧 可以说是能够使得投资人有安全感 降低投资风险这样的条款 所以这样可以吸引投资人 然后我们再看第六 强制性转换条款 那这一看名称就知道 它指的是说 一旦达到了某些条件以后 持有人就必须要把这个 可转债转成股票 无权要求偿还本金的规定 是吧 那么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保证 可转换债券 要顺利的转换成股票 是吧 所以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可以说就是为了要 增大我们这个权益资金 是吧 使得可转债能够顺利转换成 我们的普通股 我们下面可以结合以往的考题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一道多选题 它问你 以下关于可转换债券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呢说在转换期内 逐期降低转换比率 不利于投资人尽快进行债券转换 大家想什么叫转换比率啊 就是转换股数啊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在转换期内 我们规定我们比如说 我这个债券是十年期 然后我告诉你说 如果你在前三年转换 我的转换比率 一张债券可以转换55 就是50 然后呢在中间这三年转换呢 那就是只能转换40了 等到后面这四年转换呢 你就只能转换30了 所以那你想 看到这样的条款 我们债券的投资人 是不是就会选择尽早转换 转得早 一张债券转的股数多呀 是不是 所以他说不利于就说反应该有利于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他说在这段期内 逐期提高转换价格 大家知道转换价格和转换比率 是反向变动 如果转换价格高 转换的股数是不是就是少啊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转换价格 比如最开始定的前十年 比如说是 每股的转换价格是10块钱 然后后面几年定的是20块钱 到最后又定的是40块钱 那你想假设面值是1000块钱的债券 如果当转换价格是10块钱的话 可以转换100股 转换价格是20块钱的话 只能转换50股 等到转换价格是每股40元呢 就转换25股 所以如果他要是逐期提高转换价格 相当于就会使我的股数在下降 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了促使投资人尽早转换的 所以他说不利于也是说反了 应该是有利于 对不对 其实就是把这个不字给他改成有就对了 A和B就不对了 我们再看C 设置赎回条款主要是为了保护发行企业 于原有股东的利益 那这个实际上是正确的 因为大家知道赎回条款 它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发行公司的一个选择权 一般什么情况下会行使这个赎回条款呢 一个呢我们谈的就是说当市场利率在下降 我们原来定的利率太高了 那我们为了避免我们以后再支付比较高的这种利息 怎么办呢 把原来高利率债券赎回来 然后我们需要钱可以重新发行低利率债券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当我们的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 当股票价格上涨 那我们原来定的那个转换价格定的太低了 那我们可能这个发行公司就有点后悔了 是不是 那我们就怎么办呢 就像我们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我们这个当时定的那个转换价格啊 是比当时的市价 比如当时市价8块钱 我定的转换价格 比如说是我定的是每股10块钱 是吧 比如我们就定了每股10块钱 但现在我们公司的股票啊 业绩非常好 市价涨得很高 股票已经涨到了每股 比如说100元了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市价已经涨到每股100块钱了 而我们原来那个转换价格 是按照每股10块钱的这个每股作价 那我就有点后悔了 我赶紧赎回 赎回以后 如果我需要的话 我重新发行可转债的话 我是要比这个每股100元的 这个市价还会高的 对吧 这样同样1000块钱债券 它转换成股票 按照每股100元的话 你只能转换10股 你按照原来每股市价 转换100股 那这样的话 为了保护我们原有股东的利益 对不对 因为这一下的话 你增加那么多股数 就稀释了我原有股东的这个权益了 所以它是对我们的发行企业 和原有股东有利的一个条款 是吧 所以这个应该是对的 然后第一说 设置回收条款 可能会加大公司的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还本付息的压力 因为回收条款 是允许我们这个持有人 当股票的价格下跌 达到某一种恶劣程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 可转债回卖给发行公司 像是提前就让它 要把钱就要还给我们 是不是 所以这样会加大财务风险 所以C和D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16年这个单选题 它们说在 有些可转换债券 在赎回条款中 设置了不可赎回期 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不可赎回期 它主要还是为了 就是保护我们 债券持有人利益 防止发行公司 过度使用赎回钱 是吧 就是滥用赎回钱 所以这个不可赎回期的目的 是为了保护我们 持有人利益的 对吧 所以这块应该选择C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 就是可转换债券的 筹资成本 对于可转换债券的筹资成本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可转换债券的这个有关的价值 其实对于可转换债券呢 它的这个价值啊 我们实际上有三个概念 一个是债券价值 因为大家知道可转换债券 债券的持有人啊 它有选择权 如果我要是不转换成股票 我就是债券 所以它最起码 它要值债券这一块价值 对不对 那如果我选择把它转换成股票呢 那就是把它转换成股票那一块价值 我们称为债券的转换价值 就转换成股票的价值 那么对于可转换债券的底线价值 就最最起码值多少钱 那应该是我们这个债券价值和转换价值 二者中较高的 对吧 那最起码要值哪个高 我选哪一个吧 对不对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债券的价值 那么这个债券价就指的是 如果我选择不转换 是吧 也就是我们不能给它转换的时候 那么这个债券它的售价是什么 那其实这个不转换时候的这个价值 其实就是我们存债券 是吧 就单独 比如说它是一个债券的话 它应该值多少钱 所以这个债券的价值的计算 和我们在第六章给大家讲的一样 就把未来利息折现 到期本金折现 当然我们这个折现率 是吧 我们要求限值 这个限值的话 那么这个折现率 我们应该是用市场利率 对吧 就是要用我们的等分险 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 来进行折现 这个和我们第六章讲的公式 是完全一样的 是吧 这是投契债券的价值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可转换债券呢 它实际上是有选择权 就是如果我选择不转换 那么它实际上就值这个债券的价值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选择转换呢 那我这些转换价值啊 就是把它转换成股票的价值 所以对于转换价值呢 我们实际上就指的是 把它转换成股票的时候 那么它应该值多少钱 是不是那这个计算 我们就是用股价 乘上一个转换比率 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转换的时点 比如说我刚刚是T10点 那么T10点的转换价值 它就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T10点这个股价 也就是如果让我来谈的话 就是用那个ST啊 要考虑T10点的股票价格 乘上一个一张债券 能够转换成股票的这个股数 是吧 就乘上我们这个转换成股票的这个股数 或者转换比率 那么对于我们债券啊 它的底线价值 就是最起码应该值多少钱 它的最低价值 应当是存债券价值和转换价值 两者中较高的 哪个高 哪个就是我们的底线价值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有关可转换债券的 税前资本成本的计算 那么这资本成本计算和我们前面讲的 附带认股权证债券的计算原理一样 也是按照投资人的这个内含保护率来确定 但是你注意它的现金流和前面附带认股权证债券的现金流是不一样的 我们首先来看啊 站在投资人角度 我们投资人初始呢 他买债券 他会有购买价格 对吧 这个购买价格一般就是我们谈的这个所谓债券的那个发行价吧 因为你说呢 它的发行价格来买这个债券 买这个债券的话 大家看一下 可转换债券啊 它和附带认股权证债券可不同 附带认股权证债券 它的债券和权证是分开来单独交易的 所以债券我可以持有到到期日 拿本金每期的利息 然后权证在行权的时候我证差价 但是我们可转换债券是不可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它的转股权和债券是合二为一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如果他要是选择转换成股票以后啊 他就不是债券了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现金流是什么呢 就是在转换成股票之前 是吧 我们在转换成股票之前 我是可以获得利息的 然后呢 这块比如说我们这是我们的转换日 在考试的时候啊 这个转换日我们一般就是这个不可赎回期末 通常是定在不可赎回期末 因为到了赎回期啊 我们讲了这个赎回权利 那是人家发行公司的权利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啊 必须在不可赎回期末就赶紧选择得转换成股票 对吧 那我们来看这个转换日 比如说我设它为T这个10点 那么在转换日之前的利息你可以得到 但是到转换日以后跟你就没关了 那么转换日这一块呢 因为我们把它转换成股票了 转换成股票以后 大家看这个转换价值 对吧 转换价值 我们刚才谈了 它实际上啊 就是把这个转换10点 这个股票价格ST 乘上一个我们的转换比率 就是一张债券 能够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比如我用N来表示 所以它的现金流是这样的 它是没有什么本金的 而且转换之后的利息 跟它也没关系了 是不是 这是它的现金流 然后你去算内涵报红率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是要找到内涵报红率 所以就要使得我们的 未来的各期利息的见值 还有我们这个转换 可转换债的底线价值 一般就转换价值的限值 然后去求这个择限率 就是我们的税前成本 对吧 我们也是啊 用内涵报红率IR 这个代码 大家看这个内涵报红率 就是我们的可转债的税前成本 它是有范围的 也是在普通债券的利率 是吧 也就是我们对于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 和我们的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税前的资本成本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内涵报红率啊 应该在它俩之间 对吧 你要么都是税前 或者你都用税后 是吧 如果我想问你在税后成本的范围呢 如果问你税后成本 那就是用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 乘以1-T 这是税后成本 啊 那么也是 呃 我们要小于IR 乘以1-T 这是税后成本 对吧 然后你再小于我的普通股的KS 对吧 就是你可以用税前成本来分析它的范围 也可以用税后成本来分析范围 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先来看我们书上的例题啊 它告诉我们说 A公司要发行可转换债券筹资5000万 有关资料就给了我们一个表 我们可以看到它 每张可转换债券的售价就是1000块钱 呃 期限呢是20年 票面利率10% 转换比率是20 所以转换价格 因为我们说转换价格 转换比率 它们可以互相换算的是吧 所以相当于我们 把面值1000除上一个转换的这个 呃 比率20可以都要转换价格是50 相当于股票的每股作价是50块钱啊 呃 每年的这个逐年增长率 它高我是6% 当年的当前的期望股利 吧 等于说是既然是期望 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一的啊 这是第一 第一是2.8 当前股票的市场价格 35相当于我们的P0 是吧 或者说你说S0 怎么代码都无所谓了啊 这个太老换 我们也是 无所谓就当前股票市价是吧 这个P0我有了 等分钱 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 是12% 是吧 就是我们的市场利率也给了 然后股权资本成本的 它这块给我们算出来了 但是考试又一般的需要 我们自己做 股票的资本成本 就是我们几千谈的 应该是用什么呀 第一比上P0加G 这不是我们以前讲的公式吗 那我们第一 2.8 P0是35 增长率G 是6% 对吧 所以考试说这个给了以后 你要会自己算股票资本成本 然后又告我不可赎回期是10年 就是说在10年之前 公司是没有赎回的权利 我们投资人可以选择观望 对吧 但是你一贯过了10年以后啊 人家发行公司就有赎回的选择权利了 也就是你说我想转换 他也许不让你转换 人家有优先赎回权 所以通常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就是把不可赎回期末 作为他的转换的那个 最后那个10点了 说赎回价格 他告你10年以后 预先约定的 但是按1050块钱赎回 这是比面值高的啊 然后以后是逐年再递减 然后我们先看他的要求的第一位 让你计算发行日和各年末存债券的价值 大家看存债券价值 我们强调就是什么呀 未来的各期利息的限制 还有到期本金的限制 所以一定是要注意 未来对吧 未来的这个利息限制 未来的利息限制 还有我们的到期本金限制 这是我们的存债券的这个公式 责限率呢 按市场利率12%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书上这个表 这个表的话 大家看第一列是这个时间 对吧 我们用T表示时间 每一年的利息呢 因为他告我们说 面值1000 票面利率10% 所以每年利息是100的 然后债券价值这一列啊 就是我们想让你算 就是他第一位 让你算各个10点资源价值 那这个资源价值的计算呢 我们说是未来的各期利息 则限到期本金则限 比如说像零时点 零时点到到期 第二十年年末 我们的这个T啊 应该是多少 未来的利息 就是未来的利息啊 这个时间啊 应该是20年的利息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 就在这个 比如说我设T为零时点的话 那我的未来的利息 对于我来说哈 你看我就给 这一列列了一个通用公式 就利息100乘上P-A12% 我们第一行这个相当于T零时点T 所以未来的时间 就剩下20年利息的 也是到期本金也是20年 但是你看 如果我想问你852.68 这块呢 那这个地方呢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你在第一年年末 我未来只剩下19年了 对吧 所以这个852.68 这一块呢 就应该是把100乘上P-A 利率12% 期数为19 然后再加上1000乘上19期的 复利限制系数 因此类推 比如说855.01 因为你在第二年末这个时点 所以它的债券价值 我们问的是 在特定的时点 你就好 这个时点 你在第二年末买的债券 未来就只剩下 就是18期的 是吧 第二年末的话 因为已经 负了两期的这个利息了 所以未来只剩下18期的利息 所以利息是18期的年金限值 再加上本金是18期的复利限制 所以我用这个通用公式 那么你看T为2 那加上于是18 这样的 依此类推 所以我们这个 第一问 我让你求 存在券的价值 就强调 各个时点 都是要未来 还剩下几期利息 是吧 还有到期本金的限制 那我们看第二问 我让你计算发行日 和各年末的股价 发行日的股票价格 这个他是给我的 我们发行日的股票的这个价格 他告我们当前的股票的市价 就是35 然后呢 又让你算一下 未来各期的股价 这块我们一般来说在 如果他告你说 我们的股力啊 是逐年稳定增长 是吧 恩趋无穷 那我们通常对于 各年末的这个股价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你这个PT哈 他应该是等于P0 要乘上1加G的T次方 我们这个股力的逐年增长率 它是告诉我们是6%的 当前股票市价是35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股票价格这一块 P0是35 是吧 增长率G给的是6% 所以你像我们第一期 这个37块1怎么来的呢 那就把35乘以 1加6的一次方 这第二期39.33呢 就是相当于35乘以 1加 记得这个 1加6的平方 一次的推 底下都是这样 对吧 然后我们接着看啊 大家再看 我们第三个让你求 发行日 和各个年末的转换价值 大家看转换价值 就是转换成股票的价值 转换成股票价值的话 我们刚才谈 就是把它这个 特定的这个股票价格 比如说PT 或者你ST 用什么都行 就是股票价格 就用股价 这个10点的股价 乘上一个转换成股票的股数N 对吧 我们一张债券 可以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它是提示我们 这个转换比率是20嘛 这个股数N是20 所以那就用20乘上 这个股票市价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们这个有关 这个转换价值 就是我们用这个PT 乘上转换比率 比如说你像那700 我们转换比率是20 用PT乘以20 是吧 我们这个股价这块 就实际上就所有的PT 是这样的 一乘就可以了 那么到期都是1000 然后这个市场价值呢 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市场 它的股票 就是它这个可转债市场 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是吧 投资人的心理啊 或者各方面的因素影响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什么 这个市价 它不会低于底线价值 对吧 它具体的情况 可能会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会变 但它市场价值 不应该低于底线价值 那我们最后一列 底线价值就是选择什么呢 转换价值和债券价值 二者中较高的 所以比如说 你像我们零时点 很显然 债券价值要比转换的高 所以我们底线就是850.61 然后第一年末也是 我们的债券要比转换价值高 就哪个高选哪个 是不是 那我们接着来看啊 你看我们到第四年 你看我们到第四年这一块 因为这个债券价值的这个计算 第四年末 这个860.52 我们刚才讲 它实际上就是把未来的利息 到第四年末 20年减去4 还有16年的利息 对吧 它要把未来16年的利息折现 还有到期本金复利限值 然后呢 和我们这个转换价值 这个转换价值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啊 像是我们把这个 就是第四年末这个股价 乘上一个转换比率 相当于这个883.73 就是用我们这个股票价格 这个44.19 乘上一个转换比率 20这样得来的 是吧 然后我们发现呢 它的转换价值是比 债券价值是高的 所以就选择它 股票的这个转换价值了 依此类推 对吧 就是我们谈这个 就是它这个表 是这样的 是吧 那我们接着来看啊 比如我们补充第六问 我们说如果第十年末 公司行使赎回权 那你投资者应当如何选择 那么大家可以想 因为我们这个例子 它告诉我们说 它的不可赎回区是 十 所以你想 前十年是你可以 选择 就是说我们 是转换还是不转换 是主动权 是在我们持有人手里 但是一旦进入了 可赎回期了 就是十年以后 进入了可赎回期以后 人家就是发行公司 有赎回的选择权了 你像我们这条题呢 你看第十年末 你发现它这个转换成股票 值多少钱啊 我转换成股票 我们是值 1253.59 但它给我的赎回价格多少呢 1050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这时候 不转换成股票 人家进入了 这个可赎回期以后 就会按照1050 把我的这个债券就赎回去了 那这样的话 我干嘛要让你拿1050 把我买回去呢 我就赶紧变成股票吧 我变成股票 我还能值1253块五毛九 对不对 那么 也就是说我们在 第十年末 我们 投资人应该 赶紧选择转换成股票 否则不然的话 进入了可赎回期 那人家发行公司 就会赎回去了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第七问 让你计算 可转换债券的筹资成本 就是税前的 然后让你判断 这个可转债的发行方案 是不是可行 并且解释原因 那么这个筹资成本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最开始 它是平价发行 面值1000 对吧 面值是1000的 然后呢 它的每期的利息 因为它票面利率是10% 所以每期利息是100 然后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第十年末 我们得赶紧选择转换 你要不转换的话 人家给我赎回 只按1050赎回 你看我们第十年末的转换价值是多少 1253.59 对吧 就是按照这个 也就是我的底线价值 因为它高嘛 所以我就要变成 1253.59 当然那些金流有了 然后我们就是要找到 使得未来的流线值 等于流粗 也就是说 这1000应该等于100 乘上一个 我的年金限值系数 是吧 利率是未知数 我要求的IR 期数为10 到期的这个转换 也不是到期的 就可数回期末 就不可数回期的 期末的这个转换 1253.59 乘上一个 负利限制系数 是吧 比如P-F 利率为IR 期数为10 这有了以后 大家可以想 逐步测试 内插 当然你要是有这个 金融计算器 用IR功能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考试的时候啊 你就按照 它给我们的那个 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 周边去测就行了 它给我的市场利率 是12% 对不对 那我们是 因为它让你盼着 它是不是能够被接受吗 那实际上就是要和 那个市场利率 12%去做对比的 那我们就是按照 这个12%来给它 逐步测试 是吧 然后呢 就是在12%的周边 比如12%啊 11% 然后这样测试 那我们就不再说了啊 就是逐步测试内插 比如说我们就利用 我们书上的计算结果 我们算出来 这个IR是 11.48% 那就是利用我们这个 逐步测试的结果 是11.48%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得到这IR是 11.48% 跟我们的市场利率相比 12%是不是低啊 所以呢 他问我们说 呃 这个可转债的发行方案 是不是可行 我们说不可行 因为它低于当前的 普通债券市场利率 投资人不接受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第八问 他说如果要是可转债的 发行方案不可行的话 问你有哪些修改途径 那其实一样的 我们调高 票面利率 是吧 还有这个 呃 我们修改那个转换价格 把那个转换价格定的怎么样 呃 低一些 是吧 这样的话 转换的股数不就可以多吗 是吧 就是呃 调低这个转换价格 或者说你调高转换 转股比率 是不是 还有什么呢 包括不可赎回期啊 我们不可赎回期 给它延长 让它可以 观测的时间更长一点 是不是 调整这个不可赎回期 这些都是一些 呃 可以选择的一些方法 是吧 所以啊 我们这些都是可以 呃 采用的一些方法 是吧 呃 而且呢 我们实际上就是说 呃 调整的这个方案哈 实际上应该是 让它 最高 别超过我们的 普通股的税前资本成本 因为我们前面 你得到股票资本成本 是14% 对吧 那你要把14%除上 这个一减25% 还就是18.67% 对吧 所以你要是你的 调整的这个最终的 这个筹资成本 是要在 12%和18.67之间 才可以 这是我们谈的书上 这个例子哈 呃 我们也是 看一下以往的考题 先看一道单选题 他说假公司要发行 可转换证券 当前的等分险 普通证券的市场利率 是5% 股东权益成本 是7% 假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率 20% 要使得发行方案可行 让你求一下 可转债的税前的 资本成本范围 那既然税前成本范围 那我们的市场利率 5% 对吧 呃 小于我的这个 税前的这个成本 IR 另外呢 普通股的成本 要把它调为税前的 就把7%除以1减去20% 对吧 应该是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这算的结果 应该是C 啊 那我们接着看 你像我们14年 那个试卷2 呃 他是告我市场利率5% 股东权益成本7% 所得税率20% 然后他问的是 税后的资本成本的区间 那税后成本的话 就相当于 我要把市场利率5%啊 要给他乘上一个1减去 所得税率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呃 IR呢 也是要给他 乘个1减T 对不对 我问的是税后成本吗 然后要小于我们的 普通股的成本 本身就是税后的 啊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应该是 4%到7%之间 那就应该选择我们这个 这个A 是吧 就是说你要 考虑他 如果税后的 那大家都是税后成本 因为股票本身就是税后成本 但债务的话 要把它利率乘上1减去T的 那我们说A是对的 啊 那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他说在其他准备不变的情况下 关于单利即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可转换债券内含不好率 那你以下各项中正确的有 A那说 债券的期限越长 内含不好率越高 其实这个我们在 呃 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啊 其实就是说 呃 对于我们这个 债券啊 他的 就是这个期限的长短和这个收益率高低的这种 这个情况 如果要是说你这个 票面利率比较高 是吧 那我们说期限越长 那这个债券它可能越合适 对不对 对吧 因为你 你是长时间拿一个高利率的嘛 但如果要是说你这个票面利率很低呢 那你拿时间越长 其实越不合算 所以他说期限长 内含不好率高 这个我们说 呃 不一定的 是吧 我们再看B 他说票面利率越高 内含不好率越高 那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票面利率越高 算是给我的利息的流入多 还是现金流入 那么现金流入多的话 那么 因为它其他不变嘛 那流入越多 那么内含不好率是越高的 B呢 说转换价格越高 内含不好率越高 我们知道转换价格越高 它转换的股数就少了 转换的股数少 你带来的这个 这当于我们 未来转换成 这个 股票 它的那个转换价值 同样的市价 你转换价格就会少啊 它应该是越低的 对吧 我们这个说期限长 内含不好率高 我们说这是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你要看它的具体的 这个票面利率 和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个呢 是说反了 对吧 这个说反了 其实我们的转换价格越高 内含不好率应该是越低的 然后再看D 说转换比率越高 内含不好率越高 这个是对的 所以我们应该说是 B和D是正确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 看一下以往的一个考题 它告诉我们说 某公司目前因项目扩建 急需筹资1亿元 你按面值发行 它告诉你 按面值发行 可转换债券 每张面值1000 票面利率5% 每年莫复息 5年期 转换价格是25 这会儿给了我们转换价格 那么是因为我们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是吧 有时候就顺手算一下 1000除以25的话 我就是一张债券 可以转换成股票 转换成40股 对吧 然后公司的股价 目前是每股22元 也就是我们这个P0 是22 预期股力呢 预期的股力 这个直接就是给了我的第一 期望的股力 第一是0.715 然后未来每年增长率计 8% 然后公司设定了可赎回条款 如果4年后 当股票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 不低于转换价格的120%的时候 公司有权以1050元的价格赎回该债券 市场上类似的普通债券的 税前资本成本 他给的是普通债券的税前成本是10% 是吧 为了方便计算 假定转股必须在年末进行赎回 再达到赎回条件后可以立刻执行 那等于说我们就应该是什么呢 在这个不可赎回期的期末 就要考虑是不是转换了 对吧 因为他告诉我们说 4年后 有条件的人就可以赎回 对吧 就是当股票价格 如果连续20个交易日 不低于转换价格 120%他就可以赎回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他的要求 第一个让你计算发行日 每份可转债的存债券价值 那发行日的话呢 我们就是初始发行 他这个债券 总共的这个期限 它是五年期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面值1000 票面利率5% 所以各期利息的限值 利息就是50了 那就是50 乘上一个年金限值系数 则限率呢 要按照等分险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 他给了一个税前资本成本 实际上就是我们 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利率 对不对 他税前资本成本嘛 那我们就是按照他这个等分险的投资人要求的 资本就是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收益率嘛 所以税前报率10% 利率10% 期数呢是五年期债券 再加上一年 本金1000是吧 负利限值系数 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得到 他的存债券的价值 这是第一问 就可以得到 我们通过计算呢 可以得到他的存债券价值 就是810.44 是吧 我们看第二问 他要你计算第四年末 问的是第四年末 每份可转债的底线价值 我们说底线价值 他应该是 他的债券价值 就存债券价值和他的转换价值 二者中较高的 首先你要注意 他问的是第四年末 那么对于第四年末 我的未来的现金流入 对于债券来说 就只有一期利息了 所以我们在第四年末 这个存债券的这个价值 是吧 我们第四年末这个价值 我们就剩下未来的一期利息 利息我们是50 对吧 还有到期的本金1000 就相当于我们在第四年末这个时点 你到未来就 如果是债券的话 只有一期的利息50 还有到期本金1000嘛 所以这就很简单了 那就相当于我就可以直接把这 1050 除以一个 一加上我们的这个 普通债券的资本成本是10% 这样可以得到我的 有关债券的啊 就是我们的存债券的价值 这是债券价值 但是转换价值呢 我们说转换价值 应该是把 第四年末的股票价格 比如说我第四期的这个期末的股价 P4是吧 乘上一个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N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第四年末的这个股票价格 怎么来算呢 因为当前股价是22 以后逐年增长8% 所以我们第四期的这个股票价格的话 那就是22乘以 1加 8%的 四次方 这是我第四期的股价 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是吧 它已经告诉我们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是40对不对 我刚才就是自己算了一下是45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它乘上一个40 这样得到转换价值 那你看我们通过计算 你算出来的这个第四年末的价值 实际上就是 这列列很麻烦的公司 其实你看就是1050除以1加10就行了 对吧 就954.56 然后第四年末的股价 我们是把当前的股价P0 乘以1加基的四方是29.93 我们乘上这个40股 所以得到是1197.2 那你很显然 那1197.2要比我的 债券价值954.56高 所以呢我们要选择较高的 作为底线价值 这是第二问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啊 第三问 它问你该可转债能否被投资人接受 为什么 那我们就要算一下它的内涵报红率 是吧 那么我们是第四年末要选择转换的 对不对 因为你不转换人就要被赎回了 所以我们的未来的利息 也就是四期利息 相当于我们是初始花1000块钱买的 然后呢前四年的 前四年的利息你是可以得到的 对吧 都是50 但是第四年末呢 我们要把它选择转换成股票 是1197.2嘛 1197.2 所以呢我们要列出一个等式的话呢 就是说50乘上一个年金限制系数 位置数是IR 气数为4 然后再加上一个呢 我们1197.2乘上一个负利限制系数 IR气数也是4 我们令它等于什么呢 令它等于我们的1000 是吧 1000要等于他们两个 然后考试的时候 逐步测试的范围 我们给大家强调 就是按照它那个普通债券市场利率 那个周边来测 对吧 它给出我们的 目前的等风险的这个债券的税钱成本 是10%嘛 那你就在10%的周边 比如说我们就先往 比如说往低测一下 那么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设利率为9% 往里面去套一下 那我们说回来的这个未来的利息啊 还有这个组合价值限制 是1010.08 要比1000高的 既然比它高 我就要再往高测 再测10% 是976.18 然后我们利用内差 得到我的这个内含报号率是9.3% 所以这样的话 我的税钱成本就可以得到 那么我们发现呢 这个9.3是小于我们的 普通债券的税钱资本成本 所以投资人不接受的 对吧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要求是说 如果让该可转载 能够被投资人接受 让你计算可转载 票面利率的变动范围 然后求的是范围 那变动范围的话呢 就不是光求一个 所谓票面利率那一点了 而是要考虑最低 我的票面利率多少 最高多少 那我们讲了 我们要想让它被接受 首先也就是说 其实公式还是我们前面 这个公式 但是你要把这个IR 要过变成什么呢 因为我们 最高的这个市场利率 是别超过 普通股的税钱资本成本 对不对 然后呢你最低的话呢 你得超过那个 我们的普通债券的市场率 10%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解答过程 就是 你看我们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我们利用这个公式 第一 除以P0加G 先把这个普通股的 资本成本得到 是11.25% 然后把11.25 除以1减25% 等于15% 所以我这个税钱成本 就要有个范围 是10%到15%之间的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设这个票面利率 违背之处 比如说我设它为R 然后你看啊 我就把这个 内含报复率这块 给它 先取这个10% 然后我们去求一下 这个R 对吧 然后呢 这样一来的话 我得到这个R呢 是5.75%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因为它 呃 就是 要求 配分率的变动 以1%为单位 我这是5.75% 我要以1%为单位 就取整 就6%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再设什么呢 我还有一个最高 我可以忍受15%啊 所以这样一来 我再设利率为15% 然后呢 在 就内含报复率 就择限率15% 去求票面利率R 这样得到R是11.05% 我们取11% 是吧 所以我可行的 最高配分率率 就是11% 所以它的范围 就是说我们 其实就是把 那个择限率那一块 啊 就是我们原来为了 求内含报复率 那个地方 你把它变成 你能够接受的 那个债券的市场利率 和普通股的 税前资本成本 然后去倒求 那个票面利率 是吧 啊 那我们来扩展一下 他如果问你 嗯 假设我们是要改变 这个可转换债券的 转换价格 大家知道转换价格 它影响的是我们 一张债券 能够转换成股票的股数 是不是 那么这个变动范围 怎么来求 其实一样道理 就是说 呃 我们其实初始的 这个呃 市价 发行价哈 还是面值1000 我们这个利息 还是每期的利息 他给我的票面利率 是5%嘛 所以还是50 对吧 啊 利息还是50的 但是在第四年末 你就要注意 他因为调转换价格嘛 所以影响的是我们 的这个转换价值 因为我们转换价值呢 实际上是用第四年末 这个股票价格 P4哈 然后乘上转换股数 股数的话 是用面值1000 除以这个转换价格 比如说设计位置数 比如说设为Y 是这样的 而这个第四年的股票价格 我们前面已经算出来了 就是用那个P0 乘以一加计的四次方 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看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设 转换价格为Y 那也一样道理 你就是把这个 择限率这块 变成是10% 然后票面利率 都不变了 我们变的是什么呢 变的是这块 也就是说我们的转换价值 是这个29.93 是我们前面 计算出来的 第四期末的股价 对吧 把这股价 乘上一个 我们的转换的股数 然后再设 这边是15% 我们也是 去求一下 它这个Y 对吧 然后你去 看它的范围就是 所以实际上 我们如果考试 让你去修正 你就令那个 择限率为我们 可以接受的 那个范围的 那个市场利率啊 或者税前 股票资本成本 然后去倒求 要让我们调的 票面利率 或者说那个 转换价格 甚至它可以让你 考虑不可输回期 是不是 就这些让我们去调整 那我们再来扩展一下 如果它这个考题啊 它假设 我们今年考试 给你变了 就是我们这个 可转换债券 它是单利计息 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的债券 然后让我们求它这个 附带认股权 这个债券的 这个税前 这本成本 由于是单利计息 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 我们这个提的 它是告我们 到第四年末 它就必须要 转换了 对吧 因为你如果不转换 人就要给它赎回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实际上 它的初始的买价 还是我们的一千 对吧 但是呢 你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单利计息 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 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前面的利息的流入 它就只有第四年末的一个什么呀 转换价值了 它就只有这个转换价值 对吧 它没有这个利息的流入 所以这样去求内涵报告率 反而更简单了 对吧 所以像我们刚才这道题的话 那就是要找到 使得未来的这个转换价值 因为我们已经算来是1197.2了 是吧 就是用第四年末的股价 乘上转换股数 然后我们使它的复利限制等于一千 那像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你都可以直接 因为我们这个 实际上是1加4%的 这个1加I 1加位置数I IRR 1加IRR的负四次方 那你都可以考虑开四次方 这个方法来去得到它 是吧 当然也可以逐步测试内差去得到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可转换债券 它的税前资本成本怎么来计算 那现在我们来看可转换债券筹资的优缺点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优点 就是和普通债券相比呢 可转换债券的优点是 它可以使得公司以比较低的利率取得的资金 是吧 所以降低了公司的前期筹资成本 就是在没有转换之前 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的利息率比较低嘛 第二个呢 就是和普通股相比 是吧 我刚才是和普通债券相比 我的前期利息率低 资本成本低 那么和普通股相比呢 可转换债券时的公司取得了 以高于当前股价 出售普通股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给大家前面讲 我们转换价格一般要比 发行时的市价会高出20%到30%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就会比我们直接发股票 因为你如果直接发股票 按照当时的市价会比较低 那我们发的可转债 它转换价格高 即使它将来按照转换价格 转换成股票 它也是按照那个高的价格 转换成股票的 是不是 所以有利于稳定股价 这是优点 但是我们看它的缺点 第一个就是股价上扬 因为我们可转换债券的转换价格 是预先约定好的 一旦要是股票市价上涨了 那我们对于公司来说 它也只能是以原来约定好的 固定的转换价格去换出股票 这样就会降低公司的股权筹制额 对吧 本来如果按照高的市价 我可以同样的股数 我可以筹集更多的钱的 但是因为我们原来约定好的 转换价格就是那么低 是吧 那大家看这是股价上涨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如果股价要是下跌呢 那么我们的可转换债券的持有人 他就不愿意选择转换成股票 那么你公司还是要 到期要还本金的 要付利息还本金 特别是有的时候 我们还定有回收条款 这样的话呢 就会使得公司啊 就加大了财务风险 因为你就要提前 人家会把这个债券回卖 给我们发行公司嘛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会使得我们这个 还债的压力会更加大了 第三个就是 我们刚才也算了 就是可转换债券 你要想让人家投资人接受啊 你必须要高于 普通债券的市场利率 所以他资本成本实际上 是高于普通债券的 是吧 我们说刚才谈的优点 是指他的前期的 筹资成本低 但是我们在加入了 转股成本之后 他的总的筹资成本 是比普通债券 是比普通债券是要高的 这是我们可转债啊 它的优缺点 我们看一道多选题 他问你下列有关 发行可转换债券的特点 表述正确的有 A呢 说在股价降低的时候 会降低公司的股权筹资额 如果股票价格降低 但是我们可转换债券 它是按照约定好的转换价格 然后来 这个换成股票 所以 它不会降低 应该是股价上升的时候 会降低公司的股权筹资额 所以A是不对的 然后B的说 在股价降低时 会有财务风险 股价降低的时候啊 人家这个 债券持有人就不愿意 选择转换成股票 所以这样一来 你还得到期还本金啊 付利息这些 所以 会有财务风险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C呢 说可转换债券使得 公司取得了 以高于当前股价 出售普通股的可能性 D呢 就是可转债的票面利率 比存财价低 所以资本成本低 只能说是前期成本低 但是加入了转股成本以后 我们可转债的资本成本 要比普通债券的资本成本 是高的 所以这个D就错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转换债券 和我们前面谈的 附带认股权证债券 它们的区别 首先第一个呢 从是否增加 公司新的资本来说 附带认股权证呢 它会带来新的权益资本 是吧 而对于这个 我们可转换债券呢 它不会有新的资本流入 它只是把这个债券 变成了股票 是吧 它就是债务和股权之间的转换 没有新资本的流入 第二个灵活性不同 可转换债券啊 有很多条款 是吧 所以相应来说呢 我们这个可转换债券的 灵活性会好一点 但是附带认股权证 它的灵活性比较差 然后适用情况呢 我们要注意它的目的啊 可转换债券发行者的 主要目的 是为了发股票 而不是债券 是吧 只不过就因为 当前的股票价格太低了 所以我们可转换债券 转换价格呢 一般来说要高于当前的 发行市价的20%到30%嘛 所以它实际上 它的目的是希望能够 这个债券最后转成股票的 就是我实际上是为了发股票 是吧 是取得以高于当前市价的 这个价格啊 来获取股权资金 这样一个目的 就是它主要的目的是发股票 但是附带认股权 认债券的发行者的 主要目的 你注意 它是为了发债券 所以你不要混了 考试上他故意 他经常说附带认股权的目的 是为了发股票 实际上附带认股权资债券呢 它的目的是为了发债券 就是为了要吸引投资人 去购买这个利息率 比较低的这个债券 而我们可转换债券呢 是为了发股票 对吧 然后从发行费用来说呢 因为认股权资呢 它是有权资 还有债券 所以它的这个发行费用呢 会比较的高 是吧 所以它实际上 它成销费用 会高于债务融资 但是低于普通股 但是可转债呢 我们和一般的债券 是类似的 是吧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是把可转换债券 投资的相关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这一讲内容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